而接着是空中勤务总队花莲驻地勤务第一大队第三队 一连两天接获了总队勤务指挥中心 同时进行山区吊挂救援任务 而14号的上午又再次进行南湖山屋的救援 一名54岁的女性登山客一室高山症发作 于是就直接吊挂下山送医治疗 空中勤务总队花莲驻地勤务第一大队 第三队14日再次接获总队勤务指挥中心通知 南湖山屋一行16人其中一名女性三有 疑似高山症发作 患者全身抽搐腹痛肢体无力无法行走 因而申请直升机前往吊挂救援 总队勤务花莲驻消防局申请后 立即派遣驻地花莲合音直升机执行任务 并于早晨6点26分将省心患者吊挂上机 随即降落德星棒球场 由花莲县消防局安排救护车将患者送医治疗 记者凌洁花莲市采访报道